亚太的开放合作 不仅激荡着太平洋 也活跃了世界经济的海洋 如今的亚太 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 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 也是举世公认的 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面对历史大潮 如何才能为世界经济发展 把握正确方向 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 找到有效治理思路 我愿意提出以下主张 坚持开放导向 拓展发展空间 坚持发展导向 促进人民福祉 坚持包容导向 促进交融互建 坚持创新导向 海平增长源泉 坚持规则导向 完善全球治理 坚持包容导向 1978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争承 拉开了虚拟 40年来 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力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奉献了智慧和力量 五年前 我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目的就是促进各国各地区互联互通 形成联动发展格局 为世界经济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让我们握稳舵盘 马肯航向 齐力滑架 成功夫拉 《共同驾驶的世界经济》这条大船 航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地岸 《共同驾驶的世界经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